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10月6号温宜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将围绕 刚才在印尼APEC登场的习销会 以及马王斗的最新发展 来探讨台湾的政治风暴和两岸关系 未来的走向之间有何关联 今晚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 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除了刚刚都您所介绍的 谈这个APEC当中的这个 习近平与肖万常的会面 以及这个台湾陆委会主委 王玉琪 还有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的会面之外呢 我们也要讨论就是 我们上星期才讨论这个台湾的这个九月政朝 一个星期的功夫其实出现了很多的这种 令人惊讶的变化 我们也要来讨论 另外美国之音在节目的后半段 也为大家安排了一段专访 我们稍后会为大家介绍 首先由我来介绍 今天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来讨论 今天前面两个主题 也就是APEC的习销会 还有这个 这个台湾的九月政朝的来宾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 为大家所请到的是熟悉两岸关系 以及台湾内部政治情势的 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 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 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教授今天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 那么稍后呢 我们也会请这个吴教授 除了就今天的话题进行讨论之外呢 也会邀请听众观众朋友们 共同加入我们的讨论 东宁 好的 谢谢博弈 欢迎武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 而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 热线电话发表明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 400-120-0551 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播 00-801-148-940 好的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晚的 第一个讨论话题 一年一度的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峰会APAC 今天在印尼登场了 台湾总统马英九 派出了他的老搭档 前副总统肖万常出席 并在今天上午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会晤 两人会晤了大约30分钟 随团的还包括了 台湾陆委会的主委 王玉琦等人 那么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这次的消息会 最特别的就是在座的 有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 和陆委会的主委 王玉琦 那么两人呢 也在这个会后举行的 这个记者会啊 并官嫌互称 被认为是两岸事务的 行政首长 在国际场合的第一类接触 你怎么看 这次的消息会和王章会呢 武汉教授 我想这一次的消息会 大概比较热点 就是在这个张志军 跟王玉琦之间的一个会面 那么尤其是他们是 以政府对政府之间的一种接触 那过去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位的接触就意味着 是不是过去在两岸事务上面 从党对党 现在慢慢走到了政府对政府 那么这也是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两岸在未来要不要开展 所谓的政治对话和政治谈判 这个我们看到了一点这个端倪 就是这个路慢慢在往下铺 那么当然大家会更关心 就是两岸领导人会不会见面 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张志军 跟王玉琦之间的一个碰面之后 会为未来啊 去把这个道路给铺出来 这也是我们在观察之类的 的确外界的确有很多人认为说 这次的王章会是为 接下来可能进行的马席会来进行铺路了 不过接下来我想把时间 先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继续和武汉来宾 请交流 博弈 好的那么也是继续 就我们第一个话题 请教武汉吴教授 就是关于这个APAC 除了这一次这个大家所关注的 这个刚刚东宁也问到的 这个肖万长跟习近平的会面 还有张志军跟王玉琦的会面之外呢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了 就是美国国务卿凯瑞 也跟这个我们的代表肖万长会面了 那您觉得当然这个AIT也这个发了这个新闻稿 表示这个乐见台美双边的这个经贸发展 当然我们知道目前台湾跟这个美国强烈的希望 能够加强更紧密的这个经贸合作 那您觉得之前像这个我们的代表连战也见过 希拉蕊现在这个在这个肖万长也见了凯瑞 是不是象征着我们其实还是希望加速跟美国的经贸合作 当然对台湾来讲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跟推展了两岸关系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弃其他 相对的我们对保维持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甚至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还是在同步进行 甚至于我们更希望跟美国的关系能够更紧密一点 所以我们除了跟中国大陆之间签了ECFA之外 我们也在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谈TIFA的问题 也就是跟美国之间的一种贸易协定 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障碍还需要去把它扑平 但是我觉得在历次的领导人之间的会晤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议题将来都会不断的去迎刃而解 我们希望很快的台美之间能够把相关的贸易协定给它签订 好的那么我们再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也请东宁继续来请教武汉吴教授 好的我请线上的听众观众已经打进来了 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继续请教武汉教授 就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玉琦跟张志军的会面 有人认为说这极具有历史性的象征意义 是继过去这个海鸡海鞋的孤王会 还有党对党的联呼会之后 两岸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进程 那我不晓得你怎么看 另外有人认为说这一次马英九在APAC开之前呢 他就说他希望有可能能够直接跟习近平来会面 但是这次并没有办法 最后派出了他是他老搭档肖万长 还有他的子弟兵爱将王毅群去参加这个APAC 有人说就是他想要收回这个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吴汉教授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一直是在马总统手上 那么我们知道他从2008年就任以来 在两岸关系上很多的这个松绑的政策 都是在他手上执行的 那么回溯在更早 这个马总统在当陆委会副主委的时候 很多包括国统纲领在内的这些政策 也都是由他制定的 所以我认为马总统会对认为他自己在两岸关系上面 他是非常清楚的 那当然在这个马总统第二任的任期里面 除了在过去的经贸议题上面 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外 那是不是会向前推一步 去走向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接触 或者是谈判 我想这个是在他未来的任期里面 希望能够达到的 那当然现在王玉琪能够去 去这个进行了这一个 这个步骤啊 我想这是一个 就像主持人刚刚讲的 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 而且两位这个 两位负责人呢 也都特别强调 将来希望能够互相多走一走 所以这个刚好跟张志军 今年接那个国台办主任的时候 特别强调 说他有机会希望到台湾来走走 我想这个机会很快就会实现 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 在台湾政治风暴 这个不平稳当中 看来这个APEC的习肖 两位这位领导人的会谈呢 可以说是平稳进行了 而且王璋两人也举行了历史性的会 并提出将来可能会定期的来举行会面 看来好像这个两岸关系的进程 并没有受到最近台湾政治风暴的一些影响 好像平稳的在进行 他们原本应该尽有的进程是吗 吴教授 我觉得从中国大陆来看呢 两岸 这个台湾内部的问题啊 中国大陆是最好不愿意去涉足和插手 因为中国大陆一旦表示了意见 那么对反而会引起影响到两岸关系的发展 但是就现在的势头来看呢 除了这个中共跟国民党之间 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对话的基础之外 跟民进党之间也慢慢的展开了一些互动交流 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都不会有任何障碍 他想把这个这样的关系持续推展下去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来讲都是好事 好的 谢谢武汉教授 那么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 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 今晚海峡论坛要讨论两个话题 一个是习近平和肖万长在印尼APEC的会面 对两岸关系透露出什么讯息 而另一个呢 这是马英九他现在决定了不再向王金平提出抗告 马王斗是否出现了和解的迹象 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武汉教授 那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 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 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播400 120 0551 在台湾的听众请播00 801 148 940 首先我们接近安徽的罗先生 罗先生您好 请讲 第二个问题啊 马英九这个和王金平斗争的问题 这个嘛 大陆邀传了 这个是要弹黑马英九 我希望民进党不要上这个当 弹黑马英九就等于跟马英九 跟贵民党培养接班人 这对民党是不利的 我希望这个马英九这个 博腿马英都要马英九啊 继续走下去 让他这个下台为止 不能参加他民党不能上这个当 好的 谢谢安徽的罗先生 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话题 发表了他的看法 再见一位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 请说 姚先生向大家问候 有一个故事说啊 有一枪打出去啊 四上的鸟啊 这个全部飞走了啊 除非一枪毙命啊 火车就没有留下什么这个鸟下来 然后最重要的我这开玩笑啊 我是说既孤翁会谈之 孤翁在新加坡会谈之后 现在消息啊 在巴厘岛这个会面 它是啊这个全球化太平洋时代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姚先生 下一位也是台中打来的林先生 林先生您好 请说 喂 喂 林先生您已经在我们线上了 好 好 谢谢 因为如果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定不能有先预算的一个计谋 尤其现在的马总统马上就在台湾的民调已经太低了 因为他当了七年多都没有政绩 没有政绩 只有负债累累 债留主身这是很不应该的 而且还不辞职 这是很恶劣的行为 而且他本来就是职业学生以前在哈佛本来就被开除的 因为国家也国家没有道义责任就有利害的关系 那时候美军要用清泉钢继续到越战跟韩战 所以国民党跟他道歉之后才接受 不然他老早就被哈佛就被开除掉了 好的 非常谢谢台中的林先生